大家好呀 我是妍妍 每次都给大家看 我这颗阿伦培长得好大好大好大 长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彻牙 可是每次说来整理这些枯叶子都没有时间 就是我发觉肉肉养多以后 事情多以后 肉肉照顾的就没有那么的精细了 就是说比如说枯叶呀 能及时的处理呀 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 可能有时候想着 我要想来理一下枯叶 但是又考虑到时间太长了 因为你看嘛 像盐盐家都种着这种大盆的 一理枯叶 估计坐那儿坐半天都理不完 太多了 你看这些 每次都有好多朋友说 盐盐我可以来帮你干活 我来帮你理枯叶 可是到现在我都没等待一个人帮我弄 现在这个阿伦培好漂亮呀 就越来越漂亮了 阿伦培就是一个那种下行生长 我发觉夏季就属阿伦培最好看 因为它夏季才会有颜色呀 其他的季节它是没有颜色的 我这会来把这些枯叶子给它整理一下 我昨天我就断根了 因为昨天我老公的生日 然后家里有客人比较忙 就没有来得及更新视频 然后家长这两天吧 家里挑肉肉给大家 挑的有点空兮兮的 到处都需要整理什么浇水啊之类的 事情好多呀 真的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感觉 这枯叶 一把一把的这一颗都要揪好多好多的枯叶子下来 这一盆阿伦培是我昨天新种的 其实很多肉肉它刚种的时候可能不是很美丽 但是种一段时间慢慢爆棚了就会特别特别的好看 你看吗 这个其实我当时种刚刚那一盆的时候比那一盆都还要小 是两颗主宅一起有这么大 你看现在都长好爆棚 你看现在垂盆垂得好长好长 超级大爆棚 像阿伦培这种就适合这种高盆 矮的盆 hold不住 就喜欢这里面的这些小仔 太爱爆仔了阿伦培 家的花架 现在是越来越空 每次弄一些就要填补一些上去 这会儿你看 这是我朋友刚给我寄的那个阿伦培 我这会儿把它拆箱 把它放起来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 太阳油出来了 太阳想要太阳的时候被太阳 不想要太阳的时候太阳一哈都流出来了 阿伦培都好大一颗一颗 这一颗是油炸的 挺厉害的 这是我今天买的两颗蔷薇 然后这一颗 其实我是最喜欢腌脂扣和粉色的龙砂宝石 我们这边没有 我就买了两颗长得有点像的那个 尤其是这个 这个还是挺像粉浓的 我觉得 待会儿拿去给它种着 这一颗我准备弄山楼 之前在山楼种的那个 因为可能我不太经常上去 没怎么浇水 然后就只存活了一颗三颗 这儿弄一颗大的上去弄着 这个花好高好长呀 我还不好拿呢 看着还挺漂亮的 花量还挺大的 来吧加油 看吧我们在楼上 这儿看不清 之前种了三颗 现在就只有这一颗存活了 哦 有羊羽的能在偷 好了 哦 你快走 哦 这子有点多 哎呀 这个 脑子 哦 这种衣裳还变得好 哎我脚 哎 哈哈哈 我搞的 因为在上面 这样的状态 嗯 咱们跑了 来 我把那一棵粉红色的也拿过来了 也就在这里了 那边那一棵是原先的 这会儿好暴晒呀 晒的人 不知道姓啥了都 我老妈这会儿 再帮我包花 包肉 好热 好热 好热